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代表着达尔文的一切开始崩溃了 在自然的力量下 在自然的力量下就是一种天理 在一种天理的背景之下 标志着达尔文进化论的这样的理论的一切 在自然也就是天理 在神的力量下摧毁它 时代结束 长达一百多年 一百八十年 甚至将近两百年 如果你从马克思的角度 算得起的话 马克思所创造的相应的两百多年 如果你再往前算 从巴黎公社的角度算起的话 也就讲与共产党相关的 理论性的 摧毁了数代人的 两三百年的理论 否定神的理论 崩溃了 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的下半部分 那这件事情在中文媒体中没有人报道 实际它是美国太空部队的一个中校 他写了一本书 马克思主义正在 马克思主义进入美国的终极目的 他就这么写 终极目的 摧毁美国军人 摧毁美国军队 那当他 他在博客上登出了他这本书 结果被 美国的军方知道之后 因为他是中校 军方之后 就把他停职了 把他解职了 所以你看到这叫 美国太空部队的前指挥官 把他解职之后呢 他似乎又 又似乎是解脱了 所以他就上电视 上了星期一晚上的福克斯的 这个 亥尼肯的电视 在电视当中 就这个人 看起来比较年轻了 在电视当中 他跟亥尼肯解释 汉尼根的解释说 早在 大概有十个月了 在美国军队 在被国防部 分发的很多 纪录片跟教育片当中 其中一个片子 讲述了 美国国家的成立 美国国家的诞生 和白人的本身 就是邪恶 他们的本质是邪恶 在美国军队 在美国驻世界各地的基地 由美国国防部 发出的影片 是这样的定性 他说美国建国不是 1776年7月4号 应该是1619年 1619年 有人查说 应该是黑奴 从这个非洲 第一船黑奴到达的时间 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五月花号 五月花号 后来有朋友讲说 是1620年 大概前后的时间 是那么个 那么概念的时间 今天倡导 就是打击种族主义者 打击种族主义的人 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 以种族主义为借口 大型种族主义本身 以革命的概念 要革掉白人的命 革掉美国的命 以国家的名义 以政府的权利 这是美国 那现任国防部长 拜登故意挑的一个黑人 正在美国的 美国的军队中 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大清洗 意识形态的归号 要求美国军人 必须要提高 意识形态的认知 驴屁 这是驴屁 所以这是以这样的方式 在革美国的命 那美国军人说了 我们不得有党派 不得参与政治 大肆宣扬种族主义 大肆以种族主义的方式 去打击种 所谓的打击一个肤色的人 你算什么东西 这是美国今天 眼前我们看到的故事 就现在正在发生 美国一脚就踢到地狱去了 中间没有过渡 天堂了 美国是天堂 他没过渡 牛脸就是地狱 天堂跟地狱的差距 就是对神的认知 但在美国的政坛 又出现了很有趣的 这种分裂的状况 佩洛西 那佩洛西美国议长 是非常反共 而在美国社会的本身呢 又是左派势力的代表 所以这事就 就是他无论怎么样 这么讲吧 美国人无论怎么折腾 他在整体的肩价结构上 还不是共产党 我只能说还不是共产党 就像一个生长的过程 他还没有完全邪恶的 就是说所有的都是那样 还不是 在个体人的角度来讲 你看到的是中间有条线 就是佩洛西自己也不承认 自己就是共产党 那在对中共的问题上 他是非常反共 所以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川普的失败 大选的失败 在大选中被人家窃取 他反映出 在人的环境中的坏人之坏 可是他再坏吧 他不是共产党 那共产党他不是人 共产党就像我们跟这儿说的是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 那共产党他不是人 那人呢再坏他是人 所以佩洛西呢 他当时提出来就是杯葛 这个明年的奥运会 中国的奥运会 冬奥会大概 那作为美国的政治人物 左派的代表 却完全拒绝中共 这就是我以为大家要看到 在今天整个人类社会衰败的过程中 你只能看到一个个体者 对中共的态度 只能看到这份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 神佛的慈悲 人再坏是个人 就这么讲 人再坏是个人 共产党再好他不是人 他现在就是人与高级动物之间的分区 所以这是你看到是一种希望 我个人以为是一种希望 是一种自救 那是很有趣的 至于说他去杯葛冬奥会 那作为体育运动 应该不应该有政治 今天都瞎掰了 我跟你说 今天都瞎掰了 为什么 男的去女厕所 女的去男厕所 他们的一切解释 在相关解释 利用文字上 已经败落到地狱中了 所以没有什么政治和不政治 今天只有跟中共本身 你是支持中共 还是拒绝中共 其他的 其他的都已经不是指标了 其他的都是骗子 你只要支持中共 你就是个骗子 那如果你拒绝中共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你是个好骗子 不叫好骗子 就是这个骗子呢 没有达到恶 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 组成了包围中共的包围圈 中共国驻日本大使 跳脚 说冷战思维 瞎掰吧 什么叫冷战 你会用词吧 我觉得就 他拿不出任何东西 一切都是学别的 什么叫冷战 什么叫冷战 你不是人 当初的冷战 那就是美国带领的 里根带领的 是拒绝共产主义的一切 他以为自己毛脱干净了 就毛脱多一点 就是人了 真正冷战的概念 就是拒绝你 你没有资格与人同在 实际冷战 他出现在 被共产党解释成 就意识形态 这个词是骗人的 意识形态 他有着哲学的成分 他把自己划归在人里头 恶的角度 共产党他不是人 我一再跟大家讲 不是人 不是人 为什么达尔文 他是猴变的 人家都说自己是猴变的 你为什么要把他 跟你放在一起呢 那现在人糊涂车子 其实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说的妖精 中国历史上说的妖精 他出现这种场面 拜登上任后 美国的驱逐舰第五度通过台海 所以这同样是表现在拜登身上 那拜登起定位到现在四个月了 对中共的强硬的态度 有目共睹 所以美国再衰败再坏 那有些人呢 他反共 甭管是被迫的主动的他反共 佩洛西在他的生命认知上 他反共 那作为这个拜登的 你问他为什么反共 有点说不清楚 就是说 他反正上来 他就反共 不开玩笑 有点说不清楚 因为他家里面跟共产党之间是有连带 那在驱逐舰进入台海时 大批美国军队 美国军机 现身在台湾的周围 主要是南部这一片 那表明了什么 那今天的美国军人意识到台湾的重要性 一个台积电就要了美国的命 第一个 第二个 他知道台积电可以要美国的命 那今天在保卫台湾的时候是保卫他自己 而在习近平拿下香港之后 以这样的方式毁掉香港之后 台湾是习近平唯一的一个可以展现他权力的地方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